苏州已累计筛查19959人 南京11月26日电苏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25日深夜公布 截至当日22时 苏州市已累计筛查相关人员19959人 其中10405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其余正在检测中 11月25日 街外省市协查通报 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月19日至21日 曾在苏州市多地活动 苏州市区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制 立即启动 迅速对相关人员和相关场所开展排查 并落实相应的防控管理措施 截至11月25日22时 已累计筛查相关人员19959人 其中10405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其余正在检测中 已累计排查到在苏州的密切接触者480人 4密切接触者635人 均已落实管控 累计采集相关场所的物品和环境样本470份 其中213份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其余正在检测中